和Arnold討論利福國際1212 他們主要業務是在香港經營崇光百貨 大家都很熟悉 週末期間宣布大股東兼主席劉連熊 以協議安排的方式私有化 每股作價是5元 較上星期停牌前有6.2元日價 攝資18億左右 利福表明說到私有化作價不會上調 今天復牌 剛才說到開始前升了4.6元 去到4.51元的水平 股價其實上星期尾連升了兩天 一日6%、一日7% 利福就說到 因為他現在要看私有化 他就看淡的前景 跟他說19年社會動盪開始 香港的零售環境一直處於下行狀態 新冠疫情爆發之後更加雪上加傷 內地救物者數量減少 收入自此大幅下滑 也難見有任何復甦的跡象 也挺看淡的 建議你賣一些股份給他 Arnold 你覺得持貨的股東 應不應該趁著這個消息 譬如說今天高開四成多的時候 就沽貨 未買的建不建議追 其實你拿著了離福就要遲貨了 我想作為一個真正的股東 如果你真的拿了一些比較窗的時間 你會很無奈的 雖然說他用一個很大的日價 跟你進行去收購 回購 但其實如果你看回 為什麼可能用5元這些水平 其實你講公司如果你看最新的財務報表上 支撐性值真的不多 這個價格是的確而吸引的 但如果大家心不知透明 這幾年發生了什麼事 從2019年開始社會運動 開始到已經有些自由行 內地的旅客 房間人數已經大幅減少 接著到說真的COVID來到的時候 整個零碎業是最慘的 現在一定是最壞的時間 所以在最壞的時間 即使他比較日價上面 如果你真的一些長線股東來說 其實都是用一個平價來做收賄 那你會很無奈 現階段來說 我想他升上去四個半 你都不會特別開心 唯一開心就是在前兩三天上面 就是很多市場聲音就聽到 是港股 就是很多炒作上面就是炒 通關 李家超會考慮 就是放寬隔離人數上面 很多本地零售相關股份炒了上來 如果你真的純粹追了利服的話 這些位置就開始分注食股 但是對於長線股東 其實為什麼用5元這個價格 我想市場對這消息上面 一半驚訝 一半驚訝就是猜不到他會進行市有化 日價相對比較高 但其實事實上 我相信他為什麼定5元這個價格上面 其實你開圖表上面看 就是5元這個水平就是正確 2020年年頭大約是COVID那段時間 是跌下來一個比較低殘的位置 簡單來說 只要你在社會運動那段時間抓住了 基本上你還是在輸錢 而公司選擇是讓你繼續捱上去 相反地就趁一個便宜的價錢上面私有化 但是你說對於零售行業的前景 是不是真的可以復蘇上去社會運動前的水平 我想市場分歧是大的 有些人會覺得是 之後最後最終會馬照跑步照跳 但也會有些人會覺得香港會有很大的變化 接下來即使通關也好 整體的吸引力不大 我們客人來香港的整體意欲都不會像以前那樣高 這就是一個分歧 而事實上你福國際他們有提及到 又不能亂講談的 你問我看回他啟特那邊開訴告 那個實際幫助性是不是真的這麼大 我也有少少保留在這裡 所以我覺得對於拿著的股東來說 其實你也沒什麼可以做的 如果你真的正正正正所說 近這段時間這個月才再買了的時候 不是恭喜你 但是問題是否真的值得恭喜 我們經常去搏一些殘的股份上 我覺得這次某程度上被你駁中了 特別是這些私有化事件上 真是腐瀉的 那不要養成一個雜貫 就是每次駁一些很殘的部分 但是當然如果你的眼光很準 你經常買了一些東西就私有化 那我真的沒有話可說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 只不過是事件的其中一部分 但是如果你是對於一些長線股東來說 你很無奈的 你真的沒什麼可以做 追問的問題 他說你怎樣看蘇哥的媽媽 就是1212你福國際 他說是否真的可以私有化成功 之前不是沒試過脫掉的 我想他說回近一年來 華人置業127那次 數人頭就不夠票 就是否決了私有化 我想他說回這件事 好,你回應你覺得 今次私有化是否成功 其實你不想問我覺得 其實你不想問我覺得 市場上都有一個反應 你看利福元階段的股價做多少錢 和5元的差距多少 就是反映這個可能性 如果說市場相信一面倒 利福國際是能夠私有化的 已經是在做4.8元 可能不會大約5%左右的水位 讓你去收拾的東西 其實參考過去這一年 有很多企業進行私有化 都未必真的能夠順利 因為最主要原因 其實你說真的還拿著利福國際 可能有很多基金 因為他們做長期的投資 他們不介意短線 因為COVID 因為社會運動是帶來的短線問題 導致那個股價跌下來 所以你說私有化的可能性 是不是真的一定但未必 但是問題是基金 不介意再落到3元4元 都拿了這麼久 有什麼所謂 他們只不過是報告裡面 只不過是少量的資金 就不放在上面 所以你說私有化是不是 一定能夠通過 我不敢捨單單 市場也不是真的特別有信心 所以當你去討論能不能夠私有化的過程 這個就有點像零火遊戲一樣 類似猜包剪砸砸 你真的想不到 而市場的反應也在告訴你 整件事就未必真是這麼純理 你想一下簡單一點 如果肯定過到私有化 這一刻買就立刻可以賺一成 哪有這麼大的直甲拿隨街挑 突然間給錢你 有一成的利潤 不要讓你賺 不是的 主要的問題是說 其實也有一個小的機會率 真的可能通過不到 但當然因為拿著利福的主要正如股東 究竟是什麼人 這個真是很難去評估 而事實上說 利福整個經營環境 或者SOGO的前景上 市場也未必真的看得太久 所以說私有化城市 那個可能性 就未必是完全是零的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我猜未來都可能四個半 在這些位置拿著 所以我的結論是說 但是你開了很久 你都沒什麼可以做 就繼續開 如果你當時低位才買的 無端端衝了上來 那就取消 那一成給他 我賺這四十幾五十個巴仙 就足夠了 那角度就會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整個消息 我覺得以一個花生的心態為主 會比較好 如果你真的沒有貨 就不關你的事 你要賺錢 你要掘金 都去其他股份上掘會比較好 好 大家留意一下 因為如果真的開了很久 我就在想 真的等到私有化 說五元 還是現在賺少一點 不過就安全一點 趁現在升起了 就只賺了先 這個真的在你身上 你講得久一點 這個詞可以講 不知道多久 你半年也是久 一年也是久 由社會運動開到現在 亦都又是久 如果你由社會運動開到這一刻 去選擇私有化 就算真的用了五元 來進行私有化 你都不會開心 為什麼你由十幾元開到這一刻 就是你覺得 相信公司的品牌 你覺得可以長線投資 為什麼跌到最差的時候 你強硬要賤賣 你會有今天想的想法 這是真正長線投資面對著的問題 而你如果短線的話 純粹因為之前的股價跌到很殘 你嘗試博了 相反你這一刻 你有利潤在手 或者輸少了 那態度就要改變了 所以我覺得 我沒得一概而論地 回答這個問題 追加股的角度上去看 你要想回自己 把股份上背後的目的 究竟是什麼 如果你暫時這一刻來講 純粹以一個追加股的角度上 我想四個半這些位置 你沒有太多想法 那便趁有個徒生門走了 但是你問我 對於持有很長的投資 其實很無奈 這一刻其實用五元這個價格 是不是很吸引 其實不差的 但是因為主要的問題 我的角度就是 即使未來通關 復蘇 SOGO這個品牌 我覺得優勢也未必再有以前那麼大 甚至這個品牌上面 我覺得開始越來越不受歡迎 簡單一點的說 基本因素上 我看他 現在有個徒生門上面 就想走 但是我覺得對於 真的拿了很長線的投資者說 就很無奈 這些股份其實在這十幾年都有更盡海 看著就是 由社會運動之後十幾元跌下來 特別說其實在這段時間 那段時間 整個零售業 大家都在捱緊 但是你看到 SOGO純的策略上面 沒有什麼特別的優勢 剛剛說的 為什麼一看好1997 起碼說這段時間 在淡市當中 公司都有一系列的扶持消費政策 在這裏 很多Happy Reward 吸引到人流 整體現然 大家經常都會 很多人習慣了去海港 好像本地的消費可以磁撐到 但問題SOGO做不到這件事 所以你問我 對於拿了很長的投資者 你很無奈 你一想一下 就是算不算選擇 繼續跟公司買 你問我當然不買 但是 這個是我本身體探的主要問題 所以分清楚自己 就是你要開始重新 自己想 繼續拿下去的態度 是代表什麼 今天非常地 之一 你 傻華